对越反击战期间 取舍有霸气指挥200辆坦克 直插入敌人的心脏 越南与我国接壤的北部山区山高牧密 道路稀少 一直而便是越南的大后方 一手南攻只要在重点位置 部署以重兵便可以抵挡住大规模进攻 若在时以小谷部队层层阻击 简直可能称得上固若金汤 高平战役中由四二三军 及配属部队组成南集团军 与北集团四十一军队高平时已前击 南集团的进攻正面有两条路 可以选择一条道路在复合道路较宽 例于机械化部队 机动也正因为如此 这时是越军的防御重点 另一条路在布局越军防御薄弱 但道路崎岖南行路面宽处也不过三米西流纵横 这里正是教科书上的坦克禁区 越军战前判断 我军坦克部队不可能由此进攻 因此这里的防御相对薄弱的多 经过反复研究 许事有指挥男集团决心 以二百多辆坦克装甲输送车 自行火炮及坦克牵引车 搭载步兵组成强大的突击集团 首先突破布局撕开东西突破口 然后沿四号公路指导高平 当计划上报军委后王上荣对此大家在赏 认为这一计划 即保持了解放军打仗穿插包围的特点 又突出了坦克部队在战役中的地位 可以说出其不意显中取胜 许事有认为要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在于一个快字他强调 战役发起三个小时 必须把坦克给我开进东西城 战斗中42军兵分两路 以126师376团三个营 43军坦克团 42军坦克团二营等组成和乘客潜队 乘一路纵对坦克搭载步兵 从右翼20到22号戒杯一线实施突破 向斑坡 纳满 东马 纳念 东西快速穿插 126师 378团从左翼从左翼岩斑坡 龙坦克色小路向东西实施穿插 2月17日凌晨 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376团一营两连油如衣 把尖刀插进了越南境内尖刀 一排紧用13分钟 便向前突进了两公里半 完成了抢占山口的任务 首战告捷官兵士气倍增 一鼓作气 拿下了纳南山亚口 打开了突破口7时43军坦克一营 向越军第一道防线发起了冲击坦克一营 从布局关迅速突入东西 完全出乎越军的意料 达到了许事有说的 出其不意的效果 2月17日上午9时50分 一连指导员林梦珠的战车 第一个冲进了东西县城 提前五分钟到达了指定位置 由于出其不意 担任尖刀的坦克一营一连无一人伤亡 堪称奇迹坦克前卫营 穿插到东西 后当地越南老百姓还悟 认为是越军的坦克 不断向坦克招手示意 当看清之后下的四散奔逃 东西穿插是整个高平战役的亮点 极大的打击了越军的士气 为前线我军主力为奸越军 造成了非常有力的态势